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猪价美食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焖活虾 下一步清洗干净 剪去虾须 蒸火泵 好了 虾须清理干净 接下来切点辅料 洋葱切块 切点蒜片 切点姜片 切点葱段 现在走料辅料准备好 然后我们做酱料 两碗清水 加一勺盐 一勺鸡精 一勺白糖 一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 一勺番茄酱 半勺海鲜酱 半勺黄豆酱 半勺黑椒汁 一勺料酒 一勺料酒 水烧开后 放入淀粉 勾芡 勾芡 成浓稠 浓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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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勺 倒入 活虾 火虾 烧成这样子蛤火 蒙五分钟 时间到打开盖子 香喷喷 然后再把用筷子 把浓稠的芡汁楼上发亮后 待用 把刚才调好的酱汁铺在活沙上面 再蒙一分钟 打开盖子 下楼香菜 好了 今天一道焖火虾就做好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便在转发 焦水红点 再磳水红点 下期间